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国家的发展脉动为之欣喜雀跃 2018年7月29日举行的第六届国会选取投票上 执政党人民党以77%的压倒新选票大获全胜 也意味着柬埔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已经到尾 2015年想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战略的号召 福建人邱国金带着国内经营的成功经验和优秀管理团队落地柬埔寨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它即将改写柬埔寨的房地产行业历史 90年的时候就背着牛仔包就来深圳 听大家说深圳遍地是环境 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2014年的时候 一些朋友说相约一起去东门几个国家考察 去过了缅甸 老挝 菲律宾跟马来西亚 为什么选柬埔寨呢 柬埔寨跟我们的中国的关系是历代友好的 特别到了现在习主席当选主席以后呢 这个关系就更上一层楼了 政局一定要稳定 金融的高度开放 当我下回去看到这里的时候呢 就感觉当时去深圳的时候那种 90年代那种初期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找到我想要的 邱国兴 这福建福州连江人 出生于1970年 看着这满书架的书勋冒迹 仍然很难与眼前这个和声际语 贫义近人的邱国兴联系起来 然而 他却以卓越的智慧和超凡的勇见 迎风掌舵 成就了柬埔寨太子地产的传奇 一如众多福建人给人的拼搏进去 勇闯黑暗学校 邱国兴 从小立志 要读万军书 行万一路 走进邱国兴的书架 天文地理 古史今世 中外典籍 人文社科 均有涉猎 几十年走南闯北 退新知识的如鸡四渴 却始终如意 也正是如此 太子地产才始终以过人的智慧 立于业界里头人之辈 多看看书 我看书也没什么目的性的 比较杂学 开卷有意 90年的12月31号 那我已经决定好 要去深圳打工了 背包 还是我同学送给我的 装上几件破衣服 就准备走 然后老妈子就站在门口 就嘱咐了我两句话 为人要沉 要上 这样你以后的路才能走远 为人善为先 多年来 修国心遵循秋母的教诲 坚持慈善公益事业 将慈善当作日常的事务来做 今年的慈善投入进去的 比较大的就是教育方面 最紧缺的就是师资 所以说我们跟福建那边的几所大学 也达成了一定的战略合作 从我们福建让老师过来 来这边支教 然后费用 由我太子慈善基金会来出 修国心说到做到 太子地产慈善基金会成立以来 三年来 累计发起慈善活动180余场 捐助上款金额超300万美元 会计人数打15万人次 我在做慈善的时候 大家也都在看着太子地产的发展 哪里困难我到哪里挖水井 哪里的学校没有校舍我去建校舍 你做慈善传播爱 我心里是非常快乐的 作为太子地产集团执行董事长 修国心以一星两亿的战略方针布局柬埔寨 即以金边为战略核心 辐射西岗先立两亿 打造金边先立西岗尖三角发展宏图 买地的时候眼光一定要独到 这是第一 我们收购到了土地 地理优势度非常强 第二呢 还是说产品 我们太子地产没来之前 这里的开花箱做的产品 全部都是大平成 我们来了以后 我们的产品设计是 最小23点吧 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2016年 修国心将小户型的理念引入柬埔寨 太子现代广场项目一经推出 即获得了巨大成功 引领了全检范围内 还发生了大量效果 当时的整个柬埔寨 没有这么小的复兴产品 但我们现在成功了 我们23.8到38点几的房子 全部都卖走 那后来呢 我发觉后来的开花箱 好像都往这个环像去设计 对待业主 我们都要做到 让人家有一种觉得佳的感觉 在接待的流程上面 我们给业主的评价 现在对我们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卖完还以后呢 售后这方面 我们也做得非常好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有自己的物业公司 管理起来也方便 有的人在这里是为了在海外资产配置 那么我们有责任帮他们租出去 那人家买的房子又有收获 三年来 太子地产集团以房地产开发为主 广泛涉足柬埔寨城市中心开发 文旅地产开发 商务旅游 产业园区开发 公益慈善 金准以及酒店 会所 连锁超市 度假庄园 餐饮 儿童游乐等事业领域 以超凡的速度 实现了全行业布局 三年半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会再走老路 因为我们不停地要创新 要引领市场 目前太子地产集团旗下 已拥有21家 二级子公司及机构 集团土地储备超过800万平方米 储备可开发体量超过1000万平方米 投入资金超过13亿美元 成为了柬埔寨房地产行业 领军企业 在简华人心中的口碑之神 什么叫引领 做人家没做到了 想没人家没想到 才能成功 认识这个世界才能认识自己 读懂一个城市的文脉 才能明晰自己的使命 求国心的成功无法复制 他的下一个项目 将带来怎样的惊喜 如何给市场造成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也无从知晓 这是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我们只愿追随智者的脚步同行 也要讨论 也要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